到底是哪个王八蛋发明的挑修啊 放一天加赶五天 玩不起你就不要放 你像清明节那样 老老实实的就放一天 三二修一 三二再修一 多好 我们也能接受 非要搞出个挑修来恶心人 还厚着脸皮讲 五一放五天 把大公人当傻子玩是吧 挑修这玩意儿 纵粹就是拿我们的钱 抗他们的铠 你一个月两千块钱工资 老板月中跟你借了八千块 月底给你发了一万 然后不要脸的跟你讲 资猪吧 哪个公司能给你开一万块钱的工资 你要感恩工资 给你这么好的工资待遇 转身还要给你推荐一大堆公司的大礼包 既然你已经拿了这么高的工资了 那不得买点公司的产品 要不然公司哪有钱给你发工资啊 挑修也一个道理 不放假是要你们老老实实干活 创造劳动价值 生产更多的产品 可是干活已经占据了这帮大公仔的绝大部分时间了 他们哪有时间消费啊 生产出来的商品该买给谁啊 于是就搞出了调修这个东西 调修说掰了 就一个目的 该打的工你一天不能少 但改买的东西你改买还是要去买 既要报生产又要报消费 这个就很符合我们这里 激腰又要含腰的风格 其实大工人估计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自己对经济的发展到底有多么的重要 光极端你是一刻都不能歇的牛马 你不想加班 他们各种制度来约束你来要求你 徐秋端你又是拿动经济的消费主体 你不想消费 他们告出一大堆消费陷阱来忽悠你 反过来讲如果你不消费你手里就有钱 你手里有钱拿什么要求你 约束你老老实实干活 那为啥总是跟我们这些大工牛马过不去 因为你干的越多他们才能赚的越多 一部分人的岁月经好 当然是要靠全部大工人的负重前行来支撑 为了让他们过上更好的日子 就再苦一苦大工牛马吧 尽管心里有一万只草泥马 但咋办呢 还是得来上班 不来要抠钱啊 大家好 我是不太好 因为我明天要去老老实实的上班 都不算是加班 是正常上班 调休上班 你们知道调休是谁发明的吗 调休是他妈的文化和旅游部发明的专家发明的 这个文化跟旅游部的专家到底是怎么招进去的 我想知道 这些就是这些专家 他在招进去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先做一个心理测试 然后他们的成绩不合格才能够录取 否则我根本无法想象他们是怎么会发明出调休这种概念的 就是这一个个个的都是变态啊 正常人根本想不到这样的放假方式啊 就是变态看见这样的放假方式 那都得默默的给这些专家点个赞啊 然后说一句 还是您厉害 人家还是个宝宝 单纯的很 他妈的 你五一给我放个假 这周我需要上调休上一天班 我五一放假完了快累的上的 然后周末又需要上一天班 这五天假要调两天班 那你给我放这个假干啥 你给我放这个假干啥 而且你们这些专家 是不是跟一些老板 他妈的串通好了啊 就是现在的职场环境啊 那家班啊 周末两天假 那些狗鼻领导都会让你去加一天班 现在这五一调休来了 你这周必须对老老实实的周末去上天班 你五一放完了 必须老老实实的去周末上天班 这叫正常上班对不对 好 现在五一给你五天假 你那些狗鼻领导会让你五一休五天吗 你就说现在的职场环境 你会五一休五天吗 他会不会对你小之以情 动之以理的让你加两天 肯定 我相信 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肯定有休五天的 肯定有不假班 但是有多少人能坚持住 就现在这个职场环境有多少人能五天 真的一天班也不掉 反正我不能 因为看我之前的视频 大家应该也知道 所以说我五一肯定会加一天班 然后大家就算一算吧 是不是 你五一之前上了一天班 五一之后又上了一天班 中间你再加两天班 你这价放了跟没放有什么区别 这是不是就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这个五一假期是不是就是多此一举 是不是就是为了好听 你说白来你不放假 我有正常的三个周 我休息两个周 我然后我有一个周 我加钱班 去堵住那些狗币领导的可恶嘴脸 是不是就可以了 你现在倒好 我怎么算我这个账都是赔的 所以说 就是各位专家们 我建议 就是这五一国庆过年这些假期 你想给你就痛痛快快的给 你不想给咱也不要调 你千万不要调 你搞得我的职场大一副都有点不调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每现在每次过完这种调修的假期 我需要用好几周的时间才能把我的职场状态给找回来 就是一个难受 真的就是一个难受 就是等到你这好几周都缓不过来 修着一个假期 就是旅游部跟文化部的这些专家 哎呀就是咱咱相信啊 咱相信你们都是有能力 有才华 专家人才 你们当年也是肯定是千军万马走过那独木桥 通过了国考啊 才当上了里面的这个专家 才有机会制定这些假期 所以啊 就是是不是 就是您您您您想想啊 您是不是就是前面这个假期啊 放假 前面有一条大路就是大路 就是阳光照射光明的一条大路 可能哈 可能你就是制定假期的时候是不是戴上墨镜了 然后呢 那眼睛或者迷眼的 然后没走到这条大路上 然后走到旁边的那条小路 就就是麻烦你把那个眼睛 这就是墨镜摘掉 然后往回倒两步 往回倒两步 然后走到这条大路上 哎这条大路上就是这些假期啊 你你可以给你也可以不给就不挑秀 要给你偷偷快快的给你别整那些半子 是不是 所以所以说就是就是这些专家啊 您您肯定是有才华的人 您您肯定是有能力的人 就是您能不能听一下就是底层这些群众打工人的意见啊 就是咱好说好商量 是不是啊 好谢谢了 您哈 再见 再见 傻逼吧 2023年5月1日 劳动节放假通知来了 劳动节是我们劳动人民的重要节日 是因为在5月1日有35万各国的工人朋友为我们争取到工作8小时的合法权益 从此每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都会举行活动表示庆祝 而我们国家则是在1949年12月将5月1日定为法定劳动节 在1999年9月18日规定劳动节放假三天 也就是5月1日5月2日5月3日 所以从2000年开始到2007年 劳动节放假加上前后的周六周日都调整为7天黄金周假期 而在2007年12月14日 根据国家法定日规定 劳动节放假一天 也就是说从2008年起 把五一劳动节法定节假日从三天缩短为一天 然后进行调休 由原来的7天小长假变为3天小长假 下面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来了 那今年五一劳动节的假期是怎么安排的 放几天假呢 今年的五一有点不一样 有两个消息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咱们先来说好消息 就是根据2023年法定节假日最新安排通知 4月29日到5月3日放假 一共是连续有五天的假期 也算是一个小长假了 对于平时工作很忙 没有时间休息的朋友来说 可以趁着假期好好放松一下 是不是很高兴 而坏消息 而坏消息则是 假期需要调休才能完成 大家从放假的时间表上可以看到 4月的23号星期日和5月6号的星期六 是要正常上班的 也就是说还没有放假休息呢 就得先把班给上了 这时吐槽就来了 放假一时爽 节前节后 累断肠 好